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竹山因为竹子茂盛而得名 前山第一城所指的就是竹山 是全台第二大镇 也走过繁华的年代 可是也面临到人口外遇与少子化的影响 为了带动竹山市区的发展 小镇文创也开始进行台西客运的活化 那经过这么一年 在小镇文创的带领之下 然后也有这个空间 那结合了社区 还有竹山的特色 竹工艺品的一些的课程 还有一些的研习 那观光客也知道了台西客运 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车子也有在进来的 也带动了两地之间的游客旅客 方便在这边上下车 那我想台西客运能够利用到 这么一个活化的空间 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想要让游客跟当地的民众 游手感的一个地方 在环保意识的抬头下 年轻人创意的思考 就是用梦中族所做成的牙刷以及吸管 都非常具有环保的概念 竹山的老街可以看到百年的铝色 与百年的打铁铺 还有不少的美食 值得大家到竹山来一趟深度的旅游 莫拉克风灾后 几个部落的原住民 在里那里永久屋重新再出发 当地也设置了梁山客服班 来照顾下课后的孩子 高雄的百合诗词会 特别到当地探访 并且捐赠了20万的餐费 希望孩子都能够安心的吃饭 快乐学习 在民国98年莫拉克风灾时 造成马家乡马家村 雾台乡好茶村 及三地门乡大社村重大灾情 政府便将这三村灾民 牵制马家农场安置 也因此出现了里那里永久屋 新的部落 由于家长及年轻人 接续外出工作 剩下老人与小孩缺乏照顾 更由于城乡的差距 造成教育资源的缺乏 2017年4月 由部落的青壮年与妈妈们 成立了梁山客服班 来辅导小孩 希望借由教育的力量来翻转孩子的未来 但是每天的公餐服务却成为客服班执行上的困扰 百合花是排完族的竹花 象征纯洁与身份地位的认定 在高雄市也有一个百合市值会 捐赠梁山部落客服班餐会20万元整 在此社会服务活动中 充分表现了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